欢迎回来台视五间新闻 蓝色起源新雪帕德号在台湾时间20号晚间9点多 从德州西部发射升空 整趟旅程历时约10分钟 这是蓝色起源新雪帕德号首趟的载人太空任务 由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 他的弟弟马克 82岁退役女飞官分客 以及18岁荷兰少年戴蒙一同执行任务 同时缔造了最年轻跟最年长的太空人记录 贝佐斯回到地球之后 受访时也说 这是他人生中最棒的一天 台湾时间20号晚上9点多 全球首富贝佐斯搭乘新雪帕德火箭 从美国德州出发上太空 以原必胜梦想 这也是新雪帕德号第一趟载人太空任务 全世界都在看 跟贝佐斯兄弟同行的是 82岁的退役女飞官沃利芬克 以及18岁的荷兰青年奥利弗戴蒙 如今两人双双创下记录 成为飞向太空史上最老和最小的人 随着火箭来到海拔100公里的卡门线 四位乘客在舱内花了三分钟左右 体验无重力的感觉 但美好的时光特别短暂 发射后将近七分钟 一行人准备回地球 太空舱最后平稳着陆 整趟太空之旅历时大约十分钟 只见一行人走出舱门 跟亲友相拥 贝佐斯还开香槟庆祝 劝月的心情全写在脸上 蓝色起源选在这天起飞 别具意义 因为今年的7月20号 正好是阿波罗11号登月的52周年 如今贝佐斯兄弟在创历史 美国发言人莎琪更强调 美国是第一个有私人公司 带乘客上太空的国家 不过这趟旅程要价不菲 看牌放高 在全球对抗新冠疫情期间 富豪上太空持续引发争议 周一君编译